在这个地区的 所以我比较关心的是 当初政府部门有提到 今年是规划 明年一月就要开工 那我比较想知道的 因为那天我在营区的门口 有看了一个公告 它还是北宫处的公告 那我据我了解的就是说 这个湿地公园这块地里面有三个地主 一个是政府 一个是柳公俊 还有就是国产署 那今天难得这个处长也在场 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一下 这个土地的取得的进度 然后这个湿地公园的进度到底是如何 谢谢 好 这第一个问题 还有没有 来这位 这位先 各位老师们好 刚刚有一位老师 那个公园是要做人的用途 还是生态保育的用途 这个就 我有联想到就是 富阳生态公园 那个地方 结果我没有去过 可是经过媒体报道 还有一些国际媒体的采访啊 那它那边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知名的生态公园 然后我又联想到中墙公园 中墙公园不是台北苏挖有一个围起来的区域吗 其实现在走过去都不管白天晚上啊 晚上会比较多一点那个蛙鸣声 那其实是感觉还蛮好的 因为我也是在这个地方从小到大生活的人 小时候听得到蛙鸣声 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完全听不到的 现在又听到了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永村匹这块石地 它如果要富裕的话 它是不是一开始是围起来的呢 还是说它会一开始就是市民参与 像是中墙公园 那个台北苏挖的那个地方 它是有市民在参与的 还是说是它只是先围起来 然后公公机关先弄一弄 然后市民才参与 这个我比较好奇的地方 好 第二个问题 还有没有 到以前 我工作在这附近 那我的感觉就是 这边因为有那个西的疹子 那我感觉在这里 遇到的问题是小黑纹很多 那因为这个是湿地嘛 湿地有时候像我查的一些资料 就是像 萤火虫 它的富裕也是需要青苔 那青苔刚好就是小黑纹的 那个繁殖的重要的因素 那我不曉得在未来的 湿地的规划上面 对于这一个环节的考虑 跟计划是有没有做准备 好 这问题非常不误实 还有没有 好 好 还有 还有 喂 不好意思 刚刚在听到这个 这位林 所以实力的理事长的这个说明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水 我们要让它从山上下来要通畅 那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捷运信义站 本来是开到广资博爱院 可是当时的环品委员认为 这里有断层弹 所以只到向山上 但是经过了六次的环品 它又通过了 通过的理由是 这里已经没有活动的断层了 那我想到的是 好 我们现在从向山一直要到玉城公园 这样一个长城的地下工程 那它绝对不是一公尺两公尺的事情 那我们的水 从山上 从市售山上整片的下来 那只有永春皮 这一小块水可以下到这里 再过来呢 整条的长城水都过不去了 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想请问一下 不好意思 谢谢 好 谢谢 四个问题 我再稍微相续说明一下 第一个时程 当然会有我们处长来回应 第二个是 我们这个七地的营造是 围起来不让民众参与 是过程中民众一起参与 我要说明的是 这个都可以讨论 那当然我们有些初步想法 要回到这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 郭老师来回答 因为 大安生理工也有小黑文的问题 那 市地营造跟小黑文有没有抵触 这个 那第四个就是 理事长 那么大的问题怎么办 是不是一个问题 好 那我们就先请座长 座长你要坐一上来 谢谢 谢谢各位相亲的 抱歉 那这边我们这个 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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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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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協調過這個水利會的意見 水利會他們基本上還是希望說能夠跟他們做個徵收 那這個部分市政府還在跟他們協調 那是希望能夠順利的取得 不管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取得 那至於說國有財產土地的部分 基本上國有財產局他們 因為這個還是有一些政府之間的關係在 那初步的結論是想要他們想要有償的撥用 市政府有償跟他們撥用 所以這加起來還是有些敬畏上的疑慮 但是我們都還在努力當中 這個市政府還是在持續跟大家做溝通 希望能夠順利的取得這些的土地 或者是使用的這個權利 那所以基本上我們並沒有停止這個案子的規劃作業 所以今天也正式召開這樣子的一個說明 會跟大家做意見上的交流 那也要爭取到地方的意見 爭取到地方的意見 然後了解到大家對這個案子的一個期望 那我想這些都是未來都會作為我們跟這個國產署 還有跟柳公水利會這邊 大家意見交換的一個很重要的意見 我想柳公水利會基本上他們也是一個 算是一個公益的一個團體 雖然說他們有一些財產的處理處分上 他們還是要尊重會員還有相關的意見 那這個部分還是朝這個 以大眾公眾的利益這個方向 大家來跟他們做一個持續的這個溝通 以順利取得為同意使用為目標 但是萬一啦 真的萬一 在這個過程當中 市市場剛才先進有提到說 是不是明年就會施工這個問題 那因為我們基本上我們也是希望說 這個施工的時程能夠加快 越快越好 然後把因為老實講 這個均勻移手以後 整個土地這邊是空框在這邊 在使用管理上也會有一些疑慮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說 越快能夠大家取得大家的共識以後 盡快的來這個有進一步的這個規劃 然後有一些對地區的環境上有一些改善 這一點是我們想要做的 所以目前沒有把這個計畫的期程 停止的一個計畫 那萬一剛才講說 是這個土地取得短暫上 有一些部分拿不到的話 或者是拿不到使用同意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替代的選案 就是說部分的這個部分 能夠取得國產署這邊的同意 我們先來做一些部分的這個使用跟開發 如果真的還是不行 我們室友的部分 能不能再做一個替代的選案 再繼續的來做 這個部分我們都保持一個彈性 繼續在進行 那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說明 謝謝 剛剛處長已經說明了土地的問題 這土地當然都是公布我們沒有錯 那龍年水利會是大概 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左右 那就是要花錢 所以 市政府正在努力當中 那我覺得假如我們大家覺得 它應該 朝濕地、漆地好的環境來推動的話 那我們當然就是一份很重的力量 來讓政府可以 站在民眾的角度 跟剛剛說的國產署 或是水利會來做一些爭取 我們大概是 後盾 那後盾要站得好 好 那第二個問題是 那個 等我來說 剛剛來說明一下你的想法 那初步我們其實當然要 那個 在中強的經驗是先圍起來 之類的 然後保護它因為被發現了 那這邊其實是要 另外一個做法 那 參與當然是很重要 剛剛 NGO的討論 社區的討論 民眾的討論 剛剛等我提到 剛才這位先生談到了 富洋中強 那現在的有尊癖 很巧的 富洋公園 一開始 我是催生者 之一了 不是全部國 那 我談一下當時的一些經驗 一開始 荒野保護協會在這個地方就有定點的觀察 那 發生了一件事情是國家賠償 就是那邊的路樹 壓倒了 停在路邊的車子 所以 當時 軍方的土地 對於這塊燙手的山魚是 不知所措 因為民眾的索賠 那是經常性的 因為那塊土地是屬於軍方 呃 彈藥庫當時的一個用途 那 我們覺得那塊地 因為軍方的 以前的這個屬性 民眾不容易進來 所以 他保留了很多 這些生物資源 那 那 當軍方彈藥庫撤退了以後 呃 民眾開始進來 開始使用 所以 呃 這塊地 他保留了非常多的一些 我們 都會邊緣這種潛山環境 非常特殊的這些 呃 生物資源 生態資源 或者 呃 這些歷史故事的人文 歷史等等 這方面的一些 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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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 對我來講是非常有價值的 的這些東西 那 呃 市政府後來接手了以後 因為他是一個燙手的山魚 所以 呃 軍方就很快速 一開始軍方也是希望說用 呃 希望台北市政府架構 那後來 呃 這些疲於奔命的國培事件 就 軍方就很快速的 轉手 要 要市政府來接 那市政府也覺得說 呃 沒錢沒錢 還去抓一塊糖的鳥 啊 所以 就 找了很多NGO的人來討論 看看有沒有什麼方法 那花園當時 就在那個地方 就有一個長期定點 就是所謂的蹲點 的一個自然觀察的一個 一個 一個團體 我們當時提出來的意見是 我們富洋公園希望保留原狀 保留 當時 非常豐富的這些生物資源 而不要再把它開闢成為 所謂的一般的這種 呃 林里公園 那我們第一個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 要求市政府去做一個所謂的生態調查 這個是在台北市的都會環境裡面 為了做公園而第一個有深度的專業的生態資源調查的一個案例 那我們把這些調查的這些內容呈現出來 然後給規劃單位 做什麼 做為依據 哪一些地方是敏感地區 哪一個地方是生物熱點 哪一些是人為經常在活動的地方 甚至於我們封掉了很多原來的步道 那裡頭原來的很多的 呃 步道 封起來以後 人們只侷限在某一些特定的範圍裡頭 活動 我們的觀念是 我們讓出 人們更謙卑更退卻的 提供了 其他生物更多的 生育的這種空間 所以 這是富洋的 目前 呃 到目前為止 是 因為一開始 就有社區的參與 就會 還有 NGO的參與 才會有這樣一個 非常豐富精彩的一個呈現 那當然我希望 柳春筆 呃 也是一樣的 我希望有 在地的人 一起來關心 因為 呃 如果 這個方向是確定的 他是以生態為 生態保育為主的 呃 這樣一個方向 如果確定的話 那一定 後面一定會有很多事情 什麼事情 經營管理 以一般 現在公園 綠地的這種 呃 管理模式 公部門 老實講 他 他在精力上面 他在人力上面 或者在技術上面 都 沒有辦法 全盤的掌握 這是我們現在的觀察 所以 呃 現在像 呃 不好是在 大安森林公園做 做的這個 呃 螢火蟲的富裕 他也是需要很多的這些 志工 呃 的這種 投注 那我們在做 融慶公園的螢火蟲富裕 還有木柵翠湖的螢火蟲富裕 這樣一個棲地營造的時候 你知道 光是一個寒假 一個暑假 動員的志工 都三千人 人士以上 那 當然 這裏 我們說十歲高卡車 每個人的意見都會有 那 這個就是剛才 呃 陳南波老師談到了 這是一種新的學習 提出議題 提出討論 這個是 目前我們國內最 呃 最蓬勃發展的一個部分 我希望說 這個部分 也可以在 咬春皮的這個 整個 規劃設計 到後續的 維護管理的這個部分 要提出來討論 十歲高卡車不是 不是不好 但是 可以很 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去 凝聚共識 而不要怎麼樣 我 我自己做好意 啊 這 這道菜 我就已經都煮好了 這麼香 就說來 大家來吃飯 那個意思就是 完全沒什麼 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 從菜單開始 怎麼樣選菜 當時不去買菜 不去買什麼菜 不去煮 不去煮三文菜 不去煮五文菜 不去煮五文菜 那才是全熟的 這個部分 我是希望說 可以 呃 有更多的時間去討論 然後後面的那個部分 就很容易去達成 好 我是 我的意見是這樣 以上 好 謝謝 謝謝鄧 其實也謝謝處理論 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要跟大家做討論 今天當然是第一次 那在私底下 我們也跟很多老師都 討論 拜訪過了 但是今天開始要跟在地的 你們 還有 關心這塊土地的朋友們 那以後當然你就是變成這裡 看看能不能變成這裡很好 或是有更深入了解的志工 或是社區的夥伴 這是剛剛德鴻老師的那個期待 那我們當然也是朝這個方向 在進行當中 那第三個就是很務實的小黑文 那個 郭老師 啊不能說太久了 那我都比較這麼講 跟各位報告就是 我現在有另外一個身份 就是那個 大安生命公園自由基金會的執行長 那我第一次接這個執行長的時候 我第一個任務就是 要解決大安生命公園裡面的蚊子的議題 那 我那時候心裡就在想說 因為不是做生態嗎 那 因為我也知道 目前在台灣 只要一講到蚊子呢 就是噴藥 不管是政府也好 不管是 不管是哪一個地方 幾乎都是一樣 那我就在想說 可不可以想出一個 不用噴藥 用生態的手法 來解決蚊子的議題 大安生命公園可能是 搞不好是全世界 第一個 因為我們的基金會 跟日本樹木衣 關係也很不錯 各位都知道 台東有一個精神武術 今年台灣來 精神武術沒有倒 那個精神武術 在幾年前倒的時候 剛好 我們請日本天皇的 御用樹木衣來 剛好 倒的第二天 那個御用樹木衣 剛好就是我們基金會 剛好那個長榮 基金會 好像講太多了 我們要找到別人去 打電話來說 可不可以請幫忙 那我們就派出那個 日本天皇御用樹木衣去 不過 因為經常有日本樹木衣來 他們跟我講的一個事情 我希望 剛剛一直在想 想要跟各位談這個事情 他說他們在日本 不可能看到台灣 像台灣這樣 那麼多的志工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在座各位 應該給自己鼓鼓掌 這個是全世界沒有 在日本不可能有這麼多 像我們現在這樣 這麼多的志工 在美國 可能他們也不太關心這些事情 有啦 但是他們的組織方式不一樣 歐洲也是這樣子 所以台灣的志工群 不想會不會跟188有關 但是台灣的志工群 是全世界來講我在看 大概是台灣 如有的特色 像設計大學 像很多 這麼多的設計居民 任意來參與 這個是我想 我剛剛就想 我第一個一定要講這個 好的 啊我要講文字 那 剛好那個 因為我第一個的工作 就是要處理文字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設計 台大昆蟲系 那因為台大昆蟲系 現在台灣處理文字的問題 都會找台大昆蟲系的專家 他們也是建議文藥 但是我想說 後來就想出一個方法 就是 運用昆蟲系的對文字的知識 然後還有加上我對生態的了解 所以我就跟他們商量說 可不可以派出犧牲檔 就是那個 博士班的研究生 露一隻大腿去餵文字 因為這個是從 日本人的時代 所傳下來的一個 調查文字的方法 我等一下 對啊小黑文 雖然他不是文字 當然是他 我們就把它算是文字的一部分 我把這個 還是把它講完 怎麼樣知道小黑文 陳老師一直打招 我要講更久了 後來他就露一隻腿 我就知道說 全大安森林公園 我們把小黑文也算是文字 陳老師不同意 不過這沒關係 那就是 有兩種是早上9點鐘上班 一直到下午4點半到5點左右下班 可是這兩種下班以後 有第三種就緊接著上班 從4點半到5點鐘上班 一直到7點或7點半左右 那另外有一種是7點半上班 一直到半月這樣子 所以 不管你去什麼時候去大安森林公園 都會碰到文字 那早上的這兩種文字呢 一種就是小黑文 那另外還有一種文字 可是這兩種文字的習性不一樣 那剛剛有一位我幫你在談就是說 小黑文的幼蟲是吃那個 海藥類 青苔 那我們後來也請那個中原院的 胡俊宗教授 他是我們台灣的藻類的專家 那陳老師可能會不會講說 那個 那個 藍綠藻不是藻類 因為他現在被歸為郡類 所以這個也很困難 所以小黑文這種東西其實是非常詭異的 後來知道說 小黑文好像是全世界只有台灣才有 是不是 我聽他們在講 所以 那我們就去找出小黑文出 其實小黑文他的行動 非常的 他的距離不很大 就在我們人的周邊而已 所以通常會被小黑文咬 應該就是 我們剛好能走到小黑文最喜歡的環境裡面 所以我們就把小黑文在哪裡出現 那麼他的整個生活史 所以 解決文字的方法 就是從生態學的角度就是 找出每一種蚊子的生活史 生活史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蚊子在哪裡殘暖 這個蚊子在哪裡休息 這個蚊子在哪裡求餓 這個蚊子在哪裡祕食 全部把它找出來 那我們就想辦法去 突破他的生活史 因為生活史一定是連在一起 那我們就想辦法把它破壞掉 比如說小黑文喜歡吃藍綠菌 那我們就把藍綠菌的地方就把它掛掉 或是有藍綠菌的地方呢 就把上面的樹 讓它剪得多一點 讓陽光可以照到那個會長藍綠菌的地方 那個藍綠菌就不會長了 就是利用這樣的方法 所以這個方法是很細密的 所以我們將來可能要把 永春菌這個地方 所有各種不同的生態環境 小環境一個一個把它尋找出來 然後想辦法去突破它 就是說 而且我們志工這麼多嘛 不是說很多人可以都一致大腿 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人海戰術去處理蚊子的議題 那我曾經有一年 因為我們跟日本蘇文藝關係越來越好 所以後來每一年都到東京去存在他們的會議 那有一年剛好東京都發生這個蚊子的議題 他們是沒有小環紋 可是他們有一年就發生更可樂 那日本人他們不曉得怎麼樣處理蚊子的議題 因為他們的國家長期以來 主要是在台灣 那日本的本土他們並不會解決蚊子的議題 但他們解決的話就是跟台灣找新人 就是噴藥 然後噴藥 噴完藥以後呢 就把公民整理圍起來 然後讓這個季節過去 還有再把公民打開 是這樣的 所以他們也認為 所以我們為什麼基金會會禍邀 去參加變成日本樹木一協會的唯一的海外會員 因為他們覺得說你們台灣人太厲害了 居然可以解決蚊子的問題 所以那個是全世界第一的 所以謝謝主持人給我講這句話 因為我們基金會也很驕傲 因為是全世界我們第一個用生態的手法 去處理蚊子的議題 那如果將來有需要我們再看怎麼樣來處理 謝謝郭老師 所以在這個提醒之下 以後我們的設計跟環境營造 其實會分區 當那裡應該人不應該常去 只有志工去的地方 就是叫志工去餵蚊子 那你說那裡是非常生態 要解決 那假如是比較公共性的地方 我們盡量就不要讓它有太險的環境營造出來 所以會很細膩的去處理哪個地方 這是蚊子初步的想法 但是 你要補充 好 對了 講到核心了 要生態分區了 就是說有一些核心區 基本上是給生物住的 人就不要到那個地方去干擾 那比如說環湖步道 那個是以前最被詬病的一個問題 人們都一定要攬進去 看盡所有的景觀景色 那所以在永春皮股 我希望不要看到這樣一個景象 就是分區管理 那再來就是什麼 以多樣性 譬如說 剛才郭老師談到說 要把某些蚊子全部都不要出現 那我也很擔心 如果都沒有蚊子的話 青蛙吃什麼 如果沒有蚊子的話 蜻蜓吃什麼 所以還是以生物多樣性為主 但是呢 人可以去 在活動的範圍那個地方 去做特別的管理 包括小輝蚊的管理等等 那這個就是分區的概念 就是在這個區域裡 分這些是人為活動 包括環境教育 包括人們休憩觀賞 那這是在這個區塊 但是另外一個區塊 我們希望說可以 這樣以最少的這種人力 去干擾的這樣一個情形 做這樣一個區格 以上意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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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 請理事長 來 各位靖民大家好 我想我就剛剛 你最後一位 那個先進的問題 對我簡單的回覆 其實台北市 其實夏語道的系統 剛剛都有提到 其實台北市夏語道的系統 已經非常非常的完善 那即便是捷運在施作的時候 其實捷運施作的 他的地位 他比較施作的 會比較下沉一點 那一般來講 我們排水 我們的水 會需要一個水流 我們希望能夠 他的卡式級 高部位的部分 然後下流 他是用終於的方式來去排放 所以不管今天是 信義幹線 信義線也好 甚至今天這個 中校的 就是我們左邊南港 南港縣的這一塊 其實我們這整個 包括四壽山的整個的水 他都是往北台 排到基隆河 那我們像永春 永春培這個的水系 基本上 他是屬於 浴城沖水站的一個大環境 就是台北市 55個獨立的 這個排水系統裡面 最大的一個系統 他大概 整個面積大概有1000多公頃 那可是他有很大的部分在哪邊 他是從 包括台大基隆沖那個地方 整個的水系 都是往這個方 都是往這個浴城沖水站那邊 我們只是一個小的知識 小的知識 那他整個的系統 他往北排的時候 他不管今天穿過 當時在 這個 捷運在私做的時候 他大概都有配合 這樣子的下雨道 來去做改造 或者是來去做一些調整 這個的排放能力 大概基本上 他能夠保持在 他設計的標準裡面 這個是過去的一些的做法 大概是在 這樣子來去做一些處理 那這個也是我前面 剛開始 一開始有講的 過去的想法就是 我把水快速的排放 過去的排放 大概是這樣子的觀念 在做處理 現在慢慢慢慢 我們覺得說 好像這樣子的處理的方式 不是絕對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的 因為氣候變遷 因為雨量的變化 其實造成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我們會覺得說 在既有的架構之下 我們現在談的是 在既有的架構之下 已經完成架構之下 來去做一些智洪 做一些窩絮 做一些甚至入聖的一些方法 來去解決我的洪峰的進流量 這樣的話我就可以 減少我的下水道 再要去做更多的 這樣子所謂的地下長城 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些處理 但是在利用 既有的情況之下來做處理 但是我們智洪 是不是每個地方都能做 或者它的功效都能夠達到 其實是要有地點的 我今天假設 我今天做了一個智洪 我擺在玉神周圍站的旁邊 這下面 它唯一的功用是什麼 它唯一的功用就是幫忙我的智洪 我幫忙我玉神周圍站 我的出牌能力 但是對於都市計畫區的 下水道的系統人家有些 為什麼 因為它是在這裡下游 所以我們要保持 我們要選擇的是呢 它可能要上午中下游 要選擇適當的地方 那我剛開始 一開始也有提到 永春比這個地方很特別 今天不只永春比 包括中坡 包括二重這邊 它其實就是在整個的 我們的山系的三角下 也就是說 我們從山上下來的水 因為坡度比較陡 它流速非常非常的快 來到了下面 來到了下面以後 它會變慢 它變慢以後 水就會先慢慢 它沒有辦法馬上的快速的排放 它就會积在那個地方 那我覺得我們永春比 事實上就是這樣子 一個很好的一個區域 它過去為什麼會吃一個抵躺 它就是因為從山上流下來的水快速 到了市區以後 到了比較平的地方以後 它變慢 所以它就 這個地方正好有低蛙 或者過去為了要使用 它就變成了一個抵躺 所以慢慢的來接受 那現在被填掉了 它的功能失去了 那我們是辦法回覆它 那回覆它以後 我今天在這個很適合的地方 我選擇一個做字容詞 但是也千萬不要認為說 我做了一個字容詞 我下面的東西 我全部都幫忙保護到了 我沒有這個 我沒有這種本事 它只是一個小支援 我跟妳講 它只是一個小區塊 它可以幫忙的是什麼 我幫忙我自己 我上游的部分 還有我下游的部分 因為可能它下了一場雨 是超過我的標準 在整個的台北市 但是我山上的水 我覺得我可以續在這個地方 我不會直接的快速排到我的 市區裡面 讓我的市區去淹水 或是我周遭的環境去淹水 那我這樣我就達到我的目的了 我想董正平他會來的定位的功能 大概會是比較處於區域的 因為他的面積到底來講 它還不是非常非常大的 不像今天我們講 其實即便是長江 長江洞庭湖 長江的西湖 基本上它就是那樣子的一個功能在 它可以保護更大的一個區域 但是我們是不是有這樣的條件 我們沒有這樣的條件 但是我們可以做一個 區域的一個小型的製造工具 或是假設我今天在各地方 我都能夠多做這樣的地方 但是配合它的屬性跟地形的條件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可以讓我們的 未來的防洪的標準 可以更高提高 而不需要再去做更大的一些 包括地下的長城 或者是地面上的所謂的 剛剛我們黃老師講的這個 堤防的所謂不屬於水利工程的堤防 我想這個東西都是可以去做一些客服的 因為現在慢慢慢慢 我們現在都在思考 這樣子的一個處理的方式 包括 我相信不只是臺北市這樣在思考 其實包括 中央水利署的部分 他也現在都在這樣再去做一些處理 這是未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趨勢 我想這邊做一個說明 好 那 早上的部分 就 怎麼辦 先讓張波老師做一個發言 然後波老師再做結論 把這個現在所產生的問題 稍微的跟各位提醒一下 私立公園不屬於一般 台北市公園管理處所習慣的管理方法 所以呢 台北市的私立公園管理處 應該有提出新的管理方法 我們促使它去管理 第二 這個地區它就是服務 這個就是一個地的一個服務 服務可以服務到生態 我們居民也是被它服務 這也是一個生態 所以居民 市民有參與的權利 所以你們一定要主動的去說 我要來參與 然後呢 為了讓這個市民能夠有效的參與呢 一定要開始 這個時候就開始做 志工的組成 跟志工的訓練 那這個志工的組成呢 是要從大地處這邊開始呢 還是要從工業國家管理處呢 我們就要請郭老師呢 做這個 去跟市長呢 去打理一下 或者你們大家也寫一些想法 另外我再提一點 有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夏天會很舒服 所以是一個社區安老的一個好地方 那這個就是在地人的好處 好 謝謝 這句話一定要講啊 就是說 我是建議那個永春培的規劃 是以永春培為主的 集水區的思考 因為這邊的集水區的海拔高度應該不高 大概300公尺嘛 也都300多嘛 剛才是這樣子 那這邊的水又非常的充沛 那如果說這樣的環境在台灣的中南部的話 它的冬天是不會有水的 因為中南部它大概是 有三個月到六個月的乾季 所以也就是說 永春培這種環境呢 你在那個小山溝會看到水流 這樣的一個特色 我覺得是世界級的特色 甚至於在台灣的其他地方 也都不太容易看到 這只有在北部才會看得到 就是跟這個降水有關 所以我的故意就是 還是集水區的這個環境 來想 好 謝謝郭老師的提醒 其實跟那個理事長也請教過 就是永春培可以集水面積 其實從古山的角度來看 它是還蠻豐沛的 大概有五六百公頃左右 所以其實我們水很多 但是有時候缺水的時候 我們剛好後面還有一個很好 很好的背山 很好的靠山在 這個是永春培不得了的條件 剛剛兩位老師都提到了 志工怎麼培養 我們就想要開始了 所以假如有遺憾以後 想繼續關心我們永春培的發展 今天好像報名隊的資料 我們會相對的訊息給你們 那假如願意張志工也是一樣 理事長其實也很熱情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關心 我們永春培的發展 那早上我主持人 控制時間不太好 已經超過二十分鐘了 但是這位老師很喜歡講話 跟你們分享 我們早上就謝謝這六位老師 跟我們分享 我們一個朋友 那中午呢 就是要照顧大家用餐 然後下午有工作坊 那所以現在我們就 先大家休息一下 那讓我們經理來說明一下 好 很感謝大家來參加 那有參加下午餐